好,我们来做可变电阻的测试 可变电阻它是一个 它叫做旋转编码器模组 因为它是用旋转来改变它的数值 好,那做法呢也一样 我们会习惯把什么 黑色的线对准G 那在我们的板上面 类比信号有A0 从A0到A5 好,辨识插曲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通常比较会习惯从A0到A5 好,那我们就把 线路插在A0上面 好,那回到我们的 好,我们已经连接上去了 开启Squatch 开放硬体2 那在事件一开始 我们一样要告诉它 我们要使用A多少? 0,因为我们接在A0上面 然后请电脑不断的告诉我 说A0的值 读取类比信号 好,你就看到它现在 有数字在跳 来看我们的 有数字在跳 去旋转这个按钮的时候 看到数字它一直在往上跑 好 那如果你按到 开到最顶 它就一次就Over 所以它就停掉 那我们 这个时候 要重新连线 所以 你在 使用这一个感应器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好 再回来 好 这个时候一样有 我们再把 信号 那你转的时候不要转到最底 最小是0 1跟2 最大的 快到底的时候是700多 好,这样你就可以取得到 A0的 这个类比信号的值 这个值 你就可以拿来做你的 一个想法的一个使用 假设你要需要用到 这一个感应器的话 同一个 你真的知道 它可以拿来做